小米科技的董事长雷军遭遇了香港演艺界天王刘德华 双方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精彩对话呢 今天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跨界对谈上 身兼天使投资人身份的雷军表示 天使投资的成功关键在于找对人 并且当场表示愿意投资刘德华的公司 而且学不还价 一个优秀的人 其实他的成功概率会高很多 所以我们主要是投人不是投像 就是你看准这个人 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认识几个这样的创业者 就是你可以闭着眼睛直接写支票 如果刘德华同意的话 我今天就给开满头他的公司 然后价钱刘德华随便开 如果贵呢我就撒头脸 如果嫌疑呢我就多头脸 我绝对不还价 而面对雷军有关手机电影的提问 刘德华表示 互联网将是电影的下一部出入所在 比如说在手机上拍网络剧 会不会更简单 而且看到的人 覆盖的人群会更广阔 我觉得那个一定是下一个 给香港的香港电影 或者是一些真的拿不到很大很大基金的那些朋友 而且我觉得为电影也是广告 会用很多的就是不同的品牌 它会利用这个 现在因为在电视上面 会那个TBC对TV的广告 现在越来越少 现在透过互联网去做这个事情 是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他刚才问的时候 就是我也觉得真的是我们另外的一条出入 由于是在大学进行对谈 有关大学生创业的话题自然成为热点之一 在回答清华学生有关大学生创业的问题时 雷军表示目前国内的创业环境相对艰难 鼓励学生进行充分的知识积累 和行业经验积累之后再进行创业 第一个就是我们大学的教育 对创业技能的培训是不够的 第二个我们中国的创业环境 比美国要复杂 其实我们今天注册个公司就得三四个月 注册公司得三四个月时间 一般人还搞不定 所以困难还是蛮多的 已经52岁有香港娱乐圈劳模之称的刘德华 在面对有关何时退休的提问时 也做出了回应 笑称自己公司上市自己就退休 我公司上市的时候就是我退休的时候 他不准他向大家买股票他就给上市 所以那个 每人帮我买手啊 哈哈哈哈 好